嗨,大家好,很多人都在问我,为什么我系农兄? 今天就让我来给你个答案吧 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,为什么我要系农兄弟 为什么我要系农兄弟,到底是什么原因的 其实大家都觉得奇怪的,男人为什么要系农兄弟 其实我觉得不奇怪的,男人也是可以农兄弟 其实在别的国家,很多男人是有农兄弟 农兄其实是没有什么的,其实你们比较奇怪的 你们觉得很奇怪的,那是因为你们很少见的 其实男人是有权利的,男人也是可以农兄弟 小时候的我就像农兄弟,因为我觉得男人平等的 所以农兄是应该的,男人也是可以农兄弟 谢谢你 啊,回答的够吗? 啊,还是不了解 OK,让我再解释多一遍 其实男人是可以农兄弟,但我以后结婚的还是可以 然后结婚的我还是,还看我还是stop了的 因为那个tempo我已经跟不了的,所以我们现在就stop了的 所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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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